2月18日,今天是TVB賽日 頭場賽事,五班千八米,用C加三欄 這場馬是得上一隻正選馬 當中有七隻都減兩分或以上 這群馬都應該低一點,首先一號馬這隻活力多多 沒有馬很簡單,肯定選了它 因為它是一隻五班頂馬,但千八米更加對 不過始終覺得它跑泥地好,比跑草地 但對手實在太差了 這場馬,千八米有很長的輪胎 讓它在前面取得好位先 正常來說,這隻馬應該是馬膽來的 因為全組中最合適的就是它 2號馬小鳥,一隻完全沒得過的 reliable man的兒子 暫時沒適合過,所以我暫時都選不到它 3號馬,合夥年代 其實一隻1400馬,1650馬都肯定選 之前在谷草,在萬步速才行 千八米其實是難的 但選到沒有馬好選,現在30分實在太好 如果大家鬥暗慢的話,它按住和你爆一段 不排除四重彩腳 但真的頭三名都選不到它 4號馬最佳拍檔 Keser的兒子 香港跑了9場,近都沒近過 剛剛那場也輸得比較遠一點的 有能力 5號馬 珍珠哥 這隻Compression的兒子 下次馬是Thon Park 這隻馬應該跑長一點也行 這隻馬 你看到它 Compression說是Authorized 應該跑長一點 應該沒問題 它的馬是達到2100米 所以我想正常來說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所以 一隻邊線腳 純粹是因為它是未見底 跑長一點 就是這樣 因為這隻馬 做好了很久 連續兩次第四名 我都不覺得很驚訝 因為之前也看到它 試襲好很多 浪浩馬 鑽石複象 跑這個路程 之前跑谷草 跑過第二名 再之前在田草也跑了第三名 其實它跑長途沒問題 但現在會不會真的跑2000米好一點呢 1800米會不會稍稍嚴速呢 這隻馬 如果被它跟到好位跑 它會贏你 做好了 評分不是很特別的優勢 應該 但是它是真的 綁輕輕地 跟著好位跑 很著數 看看贏能力的活力多多 七六馬 六燈 贏馬那場是純粹在前面 扯快了 然後讓它一條直路跑上來 其實它真的不夠氣 它1600米也不夠 但偏偏那場 步速快 然後它跑自己的東西 馬站在那裡 跑一段就過了你 贏完馬之後 就站在那裡 現在25分 現在再輸一場也沒事 它排了一檔 所以 對手是太差勁了 所以我擺到第三選 希望它能夠跑得好 包括馬房第二選擇 這隻喜愛善 很重身的 接近13磅 但是它轉馬房之前 在四班曾經接近 以為會有用 但結果上季 轉了馬房之後 都是只有一個近 字 1800米應該可以 下線是Blafit 應該可以跑長一點 但是近方 一般 我就真的選不到它 邊線四重彩腳 如果要我選 我寧願選合夥年代 不選它 九萬馬喜悦一生 跑得回之前跑第五水準 在這組裡可以爭 因為它前置手好位跑 它有權捱到尾 但是 看到它近幾場 狀態好像明顯回落 保持不到 因為這個原因 放不下前五選 但與喜愛事一樣 我會四重彩拖 十五號馬 迷雨 會不會這場突然爆發 也不知道哪場爆發 但是 現在減到來十五分 近幾場 都是輸得很遠 暫時都真的不看好它 十一號馬 超級黃蜂應該嚴長 第一 第二 這隻馬本身不厲害 做了前置 前置的速度也沒有 我猜真是矩了 看完完馬 活力多多 一定要選 珍珠哥 拖腳 鑽石複杖是有權贏的馬 綠燈 不知道為什麼馬皇第三選 但排一檔 不能不拖 再邊線一點 合夥年代 喜而一生 感覺上是活力多多 鑽石複杖兩隻 不是潘頓跑 兩隻馬都可能會有十一二倍 第二場 四斑千二米 部速方面 有威力飛彈和海南寶 無論如何都不會慢 所以一號馬的銀進 雖然選不到最初五選 但這隻馬一定會拖 因為四斑是好處 而減掉那十磅是好處 不過有件事 就是他一向跑在菊草 田草真的沒有什麼證明過 代又差 所以我估計他都會追得一段近 只不過是四重彩腳 因為如果要我選 明知有捕捉的 我沒理由不選梁洋大島 他又不用留到太厚 留後也好 只要買足夠 所以他在四班是好處 而且之前從發市貨集 他很輕鬆地跟上來 這次用作中逸禮 似乎會搏殺 可惜排了十二檔 但我感覺上是一隻 可以爭下四重彩的馬 和銀進差不多 三號馬 超越明驅 其實他跑四班五十五分是好處 但他濕地才行 接下來就見不到有濕地 可以幫到手 以前來說 那麼多次都是他好地 其實只有近次 前次是好 後追也好 但如果他能夠有濕地 就可以幫到手 但接下來沒有濕地幫到手 機會應該在銀進和遼陽大島之後 四號馬 合夥一班次用董明朗 今次就排了一個中檔 八檔 連續兩次 其實他在前面走回來 都是靠賺 靠捱回來的 但今次 我就想一想 會不會進步呢 這陣子那些買一隻 都進步 剛剛試貨集的都試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 不如博去進步 好過博一隻大英才吧 然後會講一下為什麼 五號馬 喝杯 我也要先把這隻馬 放在頭幾選 這隻馬 希斯幫黃市長選回來的 通常都不會差 重發市集 很輕鬆贏 有速度 好 再之前輸給包裝八落 當然那隻馬是快的 但回來也是僅僅輸少少 一隻很有速度的馬 再之前試過八百米集 回來也是平頭冠軍 很韌下 唯一擔心得十當 和初出跑千二米 如果初出跑一千米 我會正選 但我擔心得到千二米 我怕他差一點 但他感覺上給我 是一隻有能力的馬 六個馬很精神 另外一隻在市集有過表現的馬 American Farrell馬 通常是濕濕的地 跑長一點好些 但這隻馬 感覺上又不一定是一隻那麼長的馬 當然最瓶其市集 很輕鬆的慢時間跑回來 但在之前 算是極光碎星的貨集 他又不差 時間也好 很漂亮的 我便想這兩隻 咦這隻馬 如果是很有能力 便可以了 我便想 咦他輸給曾強少少少 會不會這隻馬 可以跑到位置呢 和你喝杯一樣 新龍賽要拖 七龍馬大英才 我暫時想不到哪隻馬 是馬房有打打 WIN 或者上名 好像只有鑽式 所以暫時 我對於他贏完的馬 再出 我有少少少保留 而且上場 他贏曾強和成好運 成好運 是虧了外檔 龍成強 不是馬上拖 並不知道什麼 珍強 暫時初出 那所以上場的賢馬 是慢時間前面撿 不算是太突出 所以我便想想 不如放第二選子 他真的沒有打搭比賽 沒有打搭WIN好過 我放第二選擇就是這個原因 包含馬天威 這隻Grunts的兒子 初戴眼罩 初出已經 見到他試襲 有戴眼罩試 回來也不太多 只是勉勉強回上去 追上來 但時間很慢 我覺得是一隻未很上力的馬 加上了眼罩 前速是醒了少少 但感覺上狀態未夠 能力也不知有多強 我抹機械騎士 初出就跑了第四名 但回到一個人氣我 我出了第四名 他在前面內欄賺光 賺得很厲害 他這隻肥仔 我都說會不會是來地好 因為他試來地集 經常都試得很好的 來地集很好的 每次都 但騎上去都是差一點 草地還未見到很特別的能力 我始終覺得上一場不是很厲害 而且這次排一檔 我估計他會有七倍八倍偏熱 我就沒有放到頭五選 售號碼 掀傳香港 和掀傳萬里一樣 都在減分 但這隻馬真的沉得很厲害 我想要下五班才行 超容易 超溫和超溫這些 全部都是早熟的 海南寶 跑了兩個第五名 但試襲都只有在口裡 只在前面走 回到來不多 所以我覺得 暫時都選不到 除非好理前置 10號碼威力飛彈 減分 下班 不爭 他在四班 現在比較難 看他近方 不太好 急鬼內跑了七場 只是初出那場 在前面賺回來 就跑了一個第二名 但之後還是跑不回 後面馬回來 至聖時機 在這班 當然是惡到暈 如果補到出來的話 一定要拖 電訊子丹還未準備好 看完細馬 銀進 容量大道 超越明驅 機械戰士 機械騎士 全部都是變線 很明顯就是 合火奔馳 喝杯 好精神大才 死隻馬 但感覺上 合火奔馳 暫時來說 現水平未必夠贏 但好像比較穩妥 四五六七 比較兇 第三場 四班千四米 我剛才也想了一會 是用什麼馬做膽 因為這場馬 我又是看不到 那些很有實力的馬 大小似乎會放頭 善傳萬力會放頭 但兩隻馬近方 都一般 因為馬色種少 季大初出 下四班當然是好處 四班頂馬 暫時來說 但上季上到三班 都很接近 但不是很接近 上季做到 一做好的時候 很明顯看到好 但近期的市集 真的試了很多貨集 我感覺上還不夠 但選到沒有馬 好選的時候 我只會選擇 放在第五選 我覺得 它有能力 但狀態還不夠 不過對手實在太差 而馬 奔妙星 很早都跟希思說過 它說這隻馬 參班有馬贏 看外地的形狀 它可以跑長一點 千四 千六都可以 去到千四都可以 在競爭內 跑千二米 不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但是 看到它之前 都追得近 都追得厲害 上場前置都可以 捱到第六名 一落四班 但是這隻馬 是留著來跑最好的 上次回到尼拉斯 是一堆馬近 它是捱回來的 所以這次 排了十二檔 留著後面追 可能會 跑得好些 但是這組馬 四隻正選馬 十隻馬 都減兩分馬以上 大亂局 小心點 三隻馬 真有列角 如果跑得上季 上名的水準 就夠了 但是很明顯 狀態未夠 第一 能力不高 第三 就是見到鑽人 試襲 都不肯走 騎都不肯走 再之前那副就好少少 稍好 但是都是一般 我覺得它 拿出來熱身 只有跑千六千八才是 四個馬 展宏圖 暫時來說 我都看到千二千四馬 但是千二好過跑千四 就是這樣 它是一隻有能力的馬 而且它是一隻有 外國有前線的馬 但是你們香港被偉大搞不好 去廖康銘道也是搞不好 上場的第六名 都是均速回來 沒有什麼增速的 所以今場馬 排在九袋 用湯普辛 看看它會不會可以 鏟到四重彩腳 但是真是很邊線的馬 色總笑 這些差不多 五個馬 善傳萬里 用巴道 不是用潘頓 上次沒有放頭 所以它回來輸了 其實這隻馬 已經做好了 休息夠了 熱身後 可能更加好 之前的貨集 輸給時間補 回到來其實不差 很輕鬆 可以跑到第三名 再之前輸給的海森 那貨集也是不頑 回到來當然 不是說很前 過名詞 但是很輕鬆 我覺得這隻馬 狀態來了 這隻是有權 完全贏了你的馬 因為沒有捕捉 如果十一檔 肯跟前 這隻馬是贏的 千二不要留著你跑 六號馬 瑞一 這隻是PP 其實外地的方不厲害 上場跑過第四名 那場馬的捕捉時間 都是頑固 爆下去 不夠人爆 一堆馬近 所以 我對於那個方馬 有少少懷疑 可不可以 它會進度 把四重採腳 但最厲害 都是這樣 七號馬 街覆它 看到它 前置 後追 都可以 但是 是一隻很難很難出頭的馬 來的 用潘頓跑過一個第三名 一個第八名 鬥志 不需要懷疑 它一定會跟你跑 但是 究竟能夠跑到什麼位置 今次排了一個十檔 會不會 跟一隻擅長馬 你一齊對出來先走 如果它肯定這樣做的話 那就可以爭小一點 巴馬 旅遊高球 葉初和馬房 54分 現在 去跑谷草 經常追不及 或者跟前的時候 捱不到尾 它 我硬是覺得 這群馬 留著少少來跑 會好些 忍著忍著跑 會好些 會不會轉過來 就會有個進步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 我只能夠放在四重採腳 因為 它暫時表現給我看 它不是一隻那麼超班的馬 九號馬 大細至乎 不知前季還是上季 一家的面孤就贏馬 然後 上季是尋 今季 騎馬都不走 我就看不到了 真的看不明白 看到它試集 騎馬都不走 剛剛那波集 輸給那隻果然僥倖 回到來 很一般 我覺得 在之前那波集輸給有型人 回到來也是很一般 我只覺得它初起 還不是很好 1月8號波集 回到來 在前面走回來 但是慢時間 全部記住 最後一是貫注力不足 但是沒有捕捉 看看會不會被它賺到 10號馬進城 居 Oasis Dream 上場跑到第11名 輸9個馬位 暫時看不到 這隻馬 本身之前試集 都覺得它不太好 最近的試集 都是一般的 打下去還未夠 果然得 上場第5名 不算好好的 輸得很怨下 還有一些違才賽 定數和非凡大 在前面贏了 它是過不了新力 過不了金絲勝仗 所以我覺得它要很進步 才行 12號馬 金聖明居 Blazenbow 短途馬 但未準備好 13號馬 陽光燦爛 一隻未適合的馬 但是這次初戴眼罩 會是唯一的變數 Kingman仔 可以跑長一點 1.4米 當然沒問題 最近的加眼罩試集 都一般 它是 未熟 14號馬 焦點 這隻馬經常都試 試得很好 轉馬房之後 但不覺得有進步 也不知是一隻泥地馬 還是什麼馬 14檔 鱗仔 難跑 後備1 金髮銀髮 昨天金髮程勢 你也會贏 這隻會不會也會贏 拖腳 它跑四班好處 採用寬一未準備 看完小馬 勾硬選奔料星行頭 善傳萬你是最值得行頭 但我怕巴道又不放頭 再選下去 街覆區 會不會和善傳萬 你一起在前面走 如果肯的話就下降 賓霧星是有能力的 但是它需要後追 放頭是輸定的 色總少 勾硬把到第四選 接著是瑞一 大冷腳 四龍彩 旅遊高球又要拖腳 大勢似乎 我硬是覺得它還未夠狀態 其他玩一般 希望補到金髮銀髮出來 好一點點 但是 2 5 5 7 8 是比較好一點的 第四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 我猜報速方面 只能說正常 甚至偏快 但未必是超級快 一號馬 尖士德仙 上場用王志宏 好像發揮不到 但那場馬是慢時間 慢報速 他贏馬 當然看上去好像OK 跟著好位 連連勝 手機飆霸 但之後 我覺得這隻馬 上場不覺得很厲害 會不會是王志宏 的關係 用回贏馬拍檔 會進步 但因為這個原因 會偏熱 估計他會守著好位 三四位去跑 應該是鬥志平 非常鮮明 但是 我看到 這隻三歲馬 什麼頂磅 徹底 所以放到第三選 以外馬 仰愛高飛 一隻很久沒有表現的馬 但這系人馬 就有隻 無心睡眠配合而來 不排著 這場馬 會跑得近 但頭柱上 我只是建議四重彩腳 因為近排 他的形狀不一般 狀態不差 評分有好處 但近況不算最好 三號馬 五福星 SWISS ACE 在下線位 亦都能讓他跑泥地 這隻馬 最近騎士火來疾 說給精彩狀視 回來都很好 騎下去不肯走 狀態很明顯未夠 在之前輸給包裝英明 贏的貨集 包裝英明也不是厲害 所以我打算和大家說 包裝英明贏的貨集 都真的不厲害 是慢時間的 然後他是靠賺 在之前 都是包尾的 我感覺上還要一些時間 小號馬 金手令 這隻馬 就是SUPER ONE 早熟短圖馬 但見到他 輸給視傳香港的貨集 回到來 就騎得太厲害 而且時間偏慢 在之前 輸給深尚事成 那貨集 深尚事成當然厲害 但他回到來 騎都不走 我覺得還未夠 五號馬 多多彩彩 Grunt 52分 初出那場 都輸得很遠 之前的視集 還未夠 水龍頭 水龍頭 不是那麼厲害 上一場 他在前面 賺回來 最後被人過 但是 如果上場 這組 如果拍得上場 這組 都可能欠到四重彩腳 應該 記住 是應該欠到四重彩腳 但是 看回他復貨 1月7日之後 他又試了貨集數 比翊日升 那個回到來 都不一般 輕輕鬆鬆 但是 他要進步點才行 我硬是覺得 當然 他十檔在前面賺 我記住 再說一次 十檔在前面賺 跑上場水準 足夠欠四重彩腳 但是 所以 我建議四重彩拖票 七龍馬信心星 十二檔第一 第二 他需要升 應該跑長一點 初出剛剛那場 是很慢時間 他如小不錯 只是能夠說不錯 但是 我覺得 他要再進步點才行 這次排檔排得差 所以 我就無法選擇下去 八號馬幸運富庸 初出那場已經見到他有追勢 上場也追得很厲害 這隻馬連續兩次排衰檔 所以留得特別厚 這次排到四檔 可能跟前一點 有個進步的空間 跑了第四 跑了第五 不排除 這次再跑到四四五五回來 九號馬 五號馬 為何要找他擺到第二選擇呢 因為這場馬 好像沒有捕捉 水龍頭快一點 所以這隻馬 如果能夠守住二三位 這隻馬 這隻馬 有權偷雞 跑草地就可以 跑來地當然會贏過馬 贏二馬 現在還是五十分 五十分 仍然有少少水位 這隻馬 位置馬居多 難贏 但是 很難 這次沒有什麼對手 所以如果他都出來走 他可以賺 十號馬 新力 邊線腳 跑了三個有獎金的名次 只是跑谷草 不行 他留著追了一段 看看追了多少 四龍彩 拖回票 腳來的 手下馬 連連勝利 擺到榮博 用潘頓 上次也用潘頓博 但是跑了千米 不夠快 跑了千米 跑了千米 遇到老虎 輸三個馬位 輸給風雲沒事 上班 電信龍區 會贏的 所以他在前面走回來 那場其實是賺了 我覺得不是很厲害 但我找他走頭 純粹有一個原因 一無捕捉 用到潘頓 每個人都按住的時候 看看他可不可以等運到 可不可以捱到尾 應該是膽 但是 未必能運到 硬是覺得有馬 過到他的 但千世界未準備好 不說 新力好 初出 這隻馬 進王先說了 跑來地好 草地不太好 新力好 這隻Prosher的兒子 看到他試襲 輸給龍之輝 但他很大步 他很肯追馬 是很明顯 但他兩次都是跑得不錯 但剛才我課襲輸給超級精英 我都說不超級精英 不太好 所以我都不明白 為何何萬又飛 我們覺得未夠 但對手真是差 看完神話 詹姆士德一條選 幸運芙蓉一條拖 感想深星是腳 水龍頭也是腳 兩隻新馬未準備好 所以我放回一隻武力生輝 練練勝利的感覺好像挺穩固 所以試試九答十一 一九十一 很明顯這三隻好一點 有少少 第五場 四班1650米 這場馬就麻煩 因為看下去 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十二 都要選擇 是不是難搞呢 補足方面 我估計會正常 看看青生救香會不會搞事 扯得更加快 這個馬 怪獸奇兵先 下來了四班上場 立刻跑到第三名 這個馬是用黃志弘 鬥下去就差一點 但是都可以迫近前面的馬 這次用潘頓 如果能夠守住好位 這隻馬真的有權贏 你偷雞 這隻馬 叫做 二號馬 這隻是華卓翔 一十四檔難跑 全程一外跌 多塊馬 未必可以跟到那麼前 可能會太好 這隻馬真的要順著自己走 不可以留著來跑 彎位要讓他開始加速 不是鬥最後 彎位已經順著要令他加速 今天十四檔可能剛好到跑 但是 全程外跌的情況之下 我只建議四重再腳 三號馬 四集陰星 其實他跑泥地 連續跑三次也未得過前三名 所以泥地明顯路有尊長 泥地性能非常之強 單位贏逐步也跑 彈出後面一扎馬 再之前跑1650米 跑第三名 輸半個馬 輸給雪山城居 歡喜福聲 所以跑完赤火囂龍 不頑 位置馬 應該可以爭一下 其中一隻能夠爭位置的馬 觀熊 排十二檔 如果你說跑得回以前水準 當然是贏了你 初出那場我都有說 他試襲試得不錯 這隻馬很容易看的 但最近這隻馬試襲 很明顯沒有之前那麼好 很明顯的 看來是十月二十七日之後 試完這次之後 就沒有再跑 試完這次之後 他有試的 休息一整個月 才再試試 十一月之後才試試 我覺得他狀態不夠 要休息一下 五號馬快回應 上場近 有走勢 肯定有走勢 有少少追勢 開始有些東西你看 但是跑來地1650米 有少少覺得可能 辛苦些 冷本四重彩 拖回票 因為這隻馬明顯是越來越近 轉了配備 七號馬 天生舊講了很多次 一隻不厲害的馬 外地方向亦不強 來到香港完全不適應 七號馬 這隻是瞄算寬騰 上場11倍打算爆得 怎麼知道要留後跑 留後跑之後回來 緊緊鬥輸給一隻中環大 盡力激到我死了11倍 好了 不要緊 回復貨 又是掩人耳目 留在後面 如勢非常之強 完全不是 溫瑞二騎走勢 走勢平常 是中距離馬 試襲你不放頭 就會這樣 其他一句 現在在包尾位置 要騎 好了 要騎了 騎了幾步之後 怎樣 是不是已經捉住了 看到滿歡笑 很輕鬆 花果厚黃 包裝奔馳 合火奔馳 白症袋 敏征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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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耳斑馬 這是中距離馬 在這裏是否正常 應該不追 黑魄 但你看看 剛才說反應正常 反應平常 其他一隻馬 當然 大家都要捉住 但是 他還想離開 這隻馬 很簡單 只要他肯離開 他想離開 就行了 過了 最後的時候 跟上次一樣 就是看到這樣的鏡頭 所以我覺得 在這裏 可以走頭 因為沒有明顯的 沒有明顯的 會燒他的馬 如果他能夠 起步之後 就 跟前一點 跑 不要留後跑 這隻有權贏馬 巴馬 歡喜福聲 這隻馬 力短 要跟好位跑 但是他跑泥地 跑出泥地都很好 守住好位跑 他的力很短 但是 看看他現在有沒有 一千多磅 一千磅 一千磅 我覺得他是一隻 變線腳 那馬 極速之子 做好傻而來的 上次就是亂跑 很明顯 跟阿輝哥 跟阿輝哥聊天 就說 這隻馬 如果那場馬 不是頭場 是不是頭場 如果不是頭場 那天天氣那麼冷 可能報民熱救生 就會捉得住 捉得住 就贏了 這隻馬 冷門分子 我特地不放在貼士上 原因是 我覺得這場馬應該不夠 因為用潘明輝 流著來跑 就只有近 冷門四龍彩腳 我猜這次 應該回到三十多倍 三十多四十倍 因為很多好手 蘇我馬 加州動員 其實我有想過選擇他 但始終 他跑了三個近的名次之後 我就想 這隻馬 很被動 如果又遇到慢步速 會怎樣呢 初上1650米 應該會OK SoulStar仔跑 泥地也OK 但是 估計的比較多 能力 我相信他是一隻四班頂馬 四班會有馬贏的馬 但是 唯一擔心 會不會這次 對著四班能力 泥地好手 去爆下去 差不多 可不可以爆到頭五選 但 又是其中一隻邊線馬 十一號馬 暴風神 一隻Ready的Tabas 要減碼分 十二號馬 中環大獎 Sioni的兒子 跑泥地完全沒有問題 之前也開始近 上場在前面 捱到尾 不算很突出 不算很突出 輕磅 賺了慢步速 之後到 頂到尾 因為秒選款能力 蝕得很厲害 所以這場馬 我只能夠選擇 四選擇 十三號馬 王者風火 我也挺像 真的不喜歡Russian Revolution 這個種 但不知為何 魔仔很喜歡 因為他又買了兩隻 這隻馬 跑1200米 開始比較好 但上至1650米 我經常都說 千二上至1650米 除非是長途馬血統 否則我通常都會避忌 這隻馬 我覺得減碼分 會好一點 鬥志當然是鮮明 但對手強 十四號馬 海船七福 上次有廣東名 是硬挑選的 沒有馬 硬挑選 我想這隻馬要減碼分 後面馬方面 紅星勇士 減碼分 一、二、三、七、八、九、十、十二 都可以 最後一隻快發型邊線馬 這場馬 我投降了 但要我選擇的 一、七、兩隻 會較高一點 好了 第四場 對不起 第六場 四班千二米才對 普速方面 應該會快 顏色王子 創其積的 紅運快賽 因為馬快淺 我找到行頭一個原因 尼泥地性能實在太強 跟到好位跑 一騎下去就已經贏了 十二檔不就十二檔 之前十二檔不就這樣贏 這次排七檔 不用太厚 守住五、六位 如果他能夠跑得回近期尼泥地千二米的水準 應該沒什麼定得他 最近功夫 還要試火雜 加油雜 很輕鬆地贏 放頭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次贏面 應該仍然高 二號碼顏色王子 因為多塊馬 在裡面 起碼有隻紅運快賽 一燒下去 一辣著 它未必是好事 當然 上場跑來 回來也不多 會不會這隻馬已經距離了 我有少少擔心 三號碼 這隻鑽式吹燦 排了一個十檔 但這隻馬 你見到他剛剛那場馬 跑得很頑 回到來已經散了 但贏馬那場景 再之後那場也跑得很好 但這馬房 就是贏完馬之後 經常走樣 但上一場為何會跑到這樣 雖然回來 鑽式吹燦 就 解釋不到什麼事 解釋不到什麼事 1月24號之後 沒有再跑到市貨 集市得非常之好 所以 快時間之下這樣贏 這場馬 正勝常常來說 可能會 爭到一個Q 因為多塊馬 但拉得開 如果是守著四五位 二疊位置 可能在這塊錢後面 有得爭一下 四號馬 新花坊 狀態做好了很久 第一 第二 其實這隻馬 我講過 跑泥地會好跑草地 所以 草地贏馬 那天 再之後 連續兩場肯追馬 其實狀態完全沒有問題 這次排我一檔 不用留得那麼厚 看看能不能夠 在泥地上 再有表現 我覺得可以欠四重彩腳 這隻馬 五號馬 成中勇士 這隻是東高原的Jungle的馬 初出那場跑到第二名 其實不算厲害 再自由跑兩場 有點見底 這隻馬本身不厲害 最近是試襲 不差的時間 不差的時間 跟銀王興標差不多 時間回來 所以究竟有多厲害 不知道 贏的飛雲也不是特別 進步的馬 好邊線 跟森花坊差不多機會 六號馬 零利標區 這隻馬 排了八檔 但是我之前也說過一件事 我留意到他在神科 泥地是厲害的 第一 第二 不用放頭了 留著來跑都可以 但這次對手比較強 上次他是迫近不到那隻 街尊三 只被人彈掉了 所以上次已經賺光了 這次如果他排了八檔 在那麼多快馬的情況之下 他要變成後追 我覺得未必夠街尊三跑 反思不到他 我怕 七號馬 這隻是七歲老馬 健康正常之下 他一定跟他不斷拼 例地跑了四場 近排 今次跑了五場 兩win一個play 很準的 有兩次就不一樣的 用阿董明朗 這次繼續用阿董明朗 排二檔 排的好檔 會不會跟好些位置 跑好些呢 位置馬 贏的應該未必到他 因為對手比較強 白馬火神神樂 這隻是Diffel仔 但暫時看不到有好轉 一二二八號之後 不要再試襲 但狀態還未夠 九號馬 凌道八號 說了很多次 他力度很短 泥地是經常追短的 Foxbatch下線 是Modern Ready 一定是泥地好馬 泥地適合跑 上場 排四檔 就不用留得那麼厚 就好些 但他太厚 就追不及了 但被天行見彈 掉了 他贏機械騎士 鑽式吹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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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在想 這隻馬 本來已經不是太厲害了 43分可以 但是12檔 可以去去 最多是四重載腳 我寧願選 心花放冷些 也不選他 15號馬 這隻是陸續威 Croiser的兒子 剛剛跑完14米 在前面均速回來 就捱到尾 越跑越長 這隻馬 1400、1600 到1800都有 第1隻縮回來 12米 可以不可以呢 我覺得難些 因為 前速不夠快 11號馬 創奇即跑 四班不夠跑 四班 他有一隻 邊線四重載腳 但這場馬 對手非常之強 所以我就選不到他 四班要靠慢步速 但這場馬 沒有慢步速 12號馬 紅運 派彩 大前仗是贏馬 但時間也不太強 再之前那場 我打算偷倒雞 結果回來 輸給閃耀威龍 上場千四米 真的捱不到尾 沒辦法 上來四班 跑應該不夠跑 後面的馬 實力哥 補到出來 要拖 但是邊線馬 龍凳飛場 可以搶 這場馬 但在現階段 這場馬 快淺 鑽色取殘 兩隻明顯來得很厲害的馬 和四班頂馬 沒得不把他投二選 街尊三 寧利標區 上次都是能夠串Q的馬 我覺得這次仍然可以爭 但是爭位置 深花放 成中勇士 和盈道爆 甚至陸續威 我覺得這些都是邊線腳 這場不容易選擇的賽事 因為快捕捉 是看騎士如何發揮 第七場 山斑千二米 這場馬的步速方面 是很關鍵 因為會正常試編快 我估計 因為馬穿甲鷹 去到74分 沒有了評分優勢 減10磅幫倒手 跑來地沒問題 Applet是由commands 下次是Quest for Fame 也是沒問題 是唯一擔心 就是 沒有評分優勢 人弱 怕騎下去 不多 這場馬 奪寶神區 是巴西馬 但是巴西馬的前線 不是最頂級的 三班都可能混帥 之前輸給郊寶神區 在當地 他贏兩場普通賽事 之後在吸制賽 都只能夠得到近 來到香港之後試襲 最近輸給銀王興標 那貨集 回來就不差 但是騎得緊要 在之前輸給喜報為家 也是回來不買太多 泥地比草地 但是暫時沒有夠水準 如果可以的話沒辦法 三號馬 全龍區 其實泥地性能非常好 還有 排了個十二檔 是這件事 要害一害他 跑完第一名之後 跑了個第七名 再之後 剛剛跑了個第二名 那第二名也算是出色 輸給宜敬力 宜敬力上班也跑了個第四名 他跑完到村河洞區 起自保一堆 在這組裡 夠用 但當局很差 所以只限於放在四重彩腳 第五選 已經給他足免了 因為 他平均沒有什麼優勢 十二檔也難跑 看潘頓怎麼發揮 潘頓其實陳俊偉的馬 輸很多隻 四號馬 旋風飛影 其實這隻馬 跑七十一分 就是三班賽事 長期要拖腳 當然 贏馬一場贏得非常厲害 是靠潘頓 但剛剛那場馬 其實他用矮道拿 跑過 谷草 回到來越追越勁 那場馬 我覺得在這組裡 可以欠到QT 因為這隻馬本身評分 真是好 我會這樣想 我覺得他可以欠到三龍彩腳 五號馬 水晶酒杯 其實這隻馬 譬如在坑濤下 射賣Fell Kirk 不是一千位馬 跑一千位馬 跑一千位都可以 常年都會贏 泥地未跑過 但以前試泥州 很肯走 這隻馬 我覺得他仍然在上升 威哥馬房 現在的馬 開始又離開 又開動引擎了 今次如果被他在前面走 根本就贏了你 一隻未見底的馬 66分 好處 看看能不能偷到雞 在這組裡 六號馬 好拍檔 66分 有點尷尬的評分 就是因為他沒有什麼 評分優勢的馬 但是前一場 跟前了回來 你可以捱到尾 輸給氣自補一點 跑完八生八戰 但八生八戰都不是按方 他回來緊緊鬥贏 不算很厲害 評分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 狀態就有了 排十一檔 難跑 七六馬 天行健 根本是一隻四班 好過超班的馬 上季很明顯是健康有問題 但是前季 三班66分會贏 長期緊 所以剛剛那場 五十八分 跑回泥地 輕鬆彈得你們贏 狀態回到 今次排檔 好 我想這隻馬又是有權 六環彩 我們不會選擇他 這隻馬 這隻馬 鮑馬 海泉時光 SPEEDS的小子 下次是Streetboss 泥地應該沒問題 短途馬 SPEEDS通常是短途總 但不知為何 之前香港有一隻馬 用來跑長一點 最近試襲 不頑皮 輸給選便列馬 回來就輸半個馬位 跑贏 有財有勢 再之前 贏了 贏了一個草雜 不算很厲害 但是 黑婆 一隻未見完的馬 但我覺得他拿來當試襲 對手很強 九六馬 加州得志 那場爆冷 也解釋不到為什麼 其實慢時間 被他在前面賺 馬跑到一塌糊塗 所以就被他這樣賺到尾 不算很厲害 再出都是一般 排一檔 看看能否幫到手 但我覺得難一點 數碼 八勝八戰 其實狀態一直都不夠 他那場馬在前面走 賺回來 上一場也在前面走 但回來後 就停停地 減完三分落班 會比較好 狀態不是最好的時候 我覺得還未夠 反而馬十一號 這隻花果猴王 跑到九檔 但是上一場的第四名 出色 再之後 他看到他試一貨集 輸給滿寬笑的貨集 你看看 在外檔 在外檔出來的 然後就是力流 在這裏 然後是滿寬笑 滿寬笑出來了 在這裏 他也是民風未動的 看到嗎 那隻是按住 他也是自己很肯走 在泥地上 Catulis這個種 真的很肯 在泥地上是厲害的 好了 現在前面的認真考驗 他少少鬆下去 也有加速 也不是停的 當然 人家認真少少考驗 他就彈掉了 但是他就 有基本水準 有基本走勢 我覺得他在這裏 是有權去爭 上一場真的不頑 我覺得這隻馬 和大家再看一點 就是海外 在外地的 FORM LINE 他在Groosford和瘟爾 贏馬 不厲害的 CAPULATI 不厲害的 換身 但是三班夠用 而且對手真的不強 這場馬 如果給他一個不幸 放到4至6位 2跌位置 有遮擋 他就有權贏 所以我找他走投 拼好分 12個馬 村挞洞區 那些小小小 當然沒問題 跑泥仔 下次就是BANATO 心中的地 也好 上一場回來 就跑過第四名 但是就不算很厲害 就是拍著一些 傳龍區 在裏面 他差點被 旋風飛影過了 在自保 就是一隻 贏完馬之後 經常走樣的馬 所以他上場的第四名 只能說 恰可 我記得他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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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個位 他在前面 讚的 所以這場馬 要再贏 要跑得好 難些 我寧願等他 加多兩分 下班 跑得更加好 爆熱 補出來 因為泥地千二 泥地是一隻 位置馬 連連歡呼 昨晚跑得很頑 在減分 下班才算 好了 全龍區 旋風飛影 水晶酒杯 天行見 花果喉王 很明顯是好一點 真的 水晶酒杯當然是前置可以賺 但真的 跑來地千二米 不知道可不可以 旋風飛影 排七檔 應該有權贏 花果喉王 一日半難本 因為我覺得他來得不錯 第八場 二班千四米 這場馬步速方面 我想會快 有隻 非英傲場 正正日上 應該不會慢吧 因為馬保城致勝 很久沒有跑 而且 操不起 健康有問題 第一 看到他市集也不肯走 用中逸例搞五磅 會不會是大冷卻 不排除 但看到市集真的不肯走 選不下 二馬非英傲場 92分 已經過了 之前鬼初很健康 然後再上班 也是賺到馬步速 之後跑兩場都不行 明顯是沒有之前那麼健康 第一 第二就是 就算有之前那麼健康也好 沒有評分優勢 三馬爭友 終於不用 董明朗 用艾杜娜 希望可以幫到一點點 因為他在取位上 不夠決心 但你見到他最近在群組三 那場馬如果跑好一點點 應該有第三 那場馬 他還是 200米 還是包尾 最後幾步是厲害的 魚勢很好 這次跑二班賽 是惡到雲 所以 我覺得這場馬有捕捉 他只要發揮得正常一點 找位 找得好一點點 有權贏馬 四有馬 馬佬 在輸給包裝 必勝那場 我都說他的馬 扣了 跑打給他第四名 都是純粹因為慢捕捉 所以 我想暫時不想他 讓他再近一點 或者先下班 暫時不覺得他有好轉 馬精精日上 這場馬其實很準 連香港跑十場 兩回合五匹 最差就是頭三場 長一場都近 但是 他跑到1200米 好一點 雖然是Modern Ready 首先 平均86分 沒有特別的優勢 第二 我怕這個路程有少少嚴長 在外地跑到1400米 都不行 1200米 1200米 好一點 看見他媽媽的血統 媽媽那邊 都是去到1200米 所以我有少少少 輕微擔心 他在這個路程 捱 但是 他是夠健康 夠體能的 所以看看他可不可以 在這裡捱到四重彩腳 6號馬 敏哲城居說了很多次 撞到長期很健康 初出的場景很厲害 但是1200米 我都說是嚴短 再出1400米 差不多了 結果 一直都說近字 上場跑了1650米 走去跟前 這場馬是留後跑的 不是跟前 跟前 竟然都可以過不到保羅成全 就真是吐血了 這個路程仍然是嚴短 雖然有部速 他會追得近 但是 四重彩腳 三重彩腳已經足夠了 七龍馬 紅愛蛇 跑了十八場 贏了兩場 就是上年 贏了兩場 現在仍然可以欠一個特別獎金 在二班 但是這場馬 其實他1400米 縮回去也未必好事 近日 見到他爆下去 明顯沒有之前那麼好 當然 文家良 近日馬開始來了 而且這次有馬 配合而來 我沒有放到貼紙上 但是這隻馬 他有能力 還未見底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投注四重彩 有馬 拖票 和文治城區一樣 都是兩隻有班 要跑長一點的馬 看看兩隻馬 追下去追多少 鮑馬連少有威 跑泥地比跑草地 近方不算最好 突然快得回 沒有辦法 九號馬 巴閉哥 竟然馬房的馬 現在可以上場 都可以在二班上名 上場馬 不要緊緊鬥輸 可以跑贏的真友 這次是頂到尾 這次有可能頂到尾 因為只有飛翼奧場 但是在一隻邊線腳 雞馬 很明顯不夠 紅海蛇跑 但是因為他的前置 如果他施加三人 利前置 他就可以捱到四重彩 所以如果你投注馬鐵 又要拖回 九號馬 匹蘭坦哥 減分三分 這隻馬 跑千六千八以上 九號馬 朗朗乾坤 看到他之前的贏馬 是一個很不可能 追到的情況下 追到上來 追到魅力之圓 魅力之圓 之後再贏馬 跑到第二名 所以 他是一隻三番頂馬 剛剛上場 沒有出他的閘 但是 再試回閘 試了兩貨閘 試了兩貨閘 但眼罩也試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狀態很好 容浩潘頓幫到他起步 初戴眼罩也幫到手 看看會不會 這次可以進步一點 因為他需要進步一點 我認為巴閘哥會賺 比他多 所以 我就找他先過 但巴閘哥這隻馬 純粹靠賺的位置馬 十二號馬 銀王興標 需要大雨 需要泥地才行 草地暫時不覺得很出色 希望他再減一下分 應該不要想炮打比 看完小馬之後 曾有 正常捕捉之下 應該是惡 精精日上是位置 文字城區位置 紅愛石邊線 巴閘哥是位置 浪浪潘均 是柳權欠Q 有一件事 賀賢博得馬 一定要棄施 但我覺得巴閘哥有權 可以前置 因為這場馬 真的得值連少有位 和非興奧場 如果他能夠守著二三位跑 可能會賺 所以看看 稀賀串不串到Q 看看這隻巴閘哥 怎樣 第九場 三班千八米 這場馬沒有補足 路繩快一點 印尼格上場快一點 其他都不快 這個馬 桃花雲 八十五分 頂磅 但是 十號和十號兩隻馬 都要虧磅 變成 他就賺了磅 他就是一隻千六千八 隨時在二班和三班上名的馬 經常都爆了一段勁 你不能不拖腳 但又是只限於拖腳的馬 二個馬 至少成居 那場跑來二名海的臨場港 這隻馬其實有級數 可以賺 對手實在太窄 結果那場馬真的賺 再跑就輸 不夠跑 他就是一隻可能泥地好一點 還未完全適應的馬 不過都會照跑打比 估計他們 三個馬 木火兄弟 平均沒有優勢七十八分 長期跑的比賽 沒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的說 一隻 轉到馬房之後 長長都很勤勢 因為他其實狀態 長期都能保持得很好 但是這組度也是 三三四四 二二三三 因為他 沒有捕捉的情況之下 守住好位跑 他是有權偷雞的 四個馬 精算謀略 上場在二千米 鬥輸了給 這隻 嘉應傳承 但很奇怪 我猜不會跑這場 因為跑完這場之後 會不會是再跑那場 打比預賽 還是跑那天 三月三號的二千位賽事 真的不知道他怎麼想 但怎樣也好 他現在七十六分已經夠跑打比了 其實 但近況上 我想他想再磨利一點點 這隻馬 其實是有權勝利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已經證明過 他在這個評分 連續三場 連續三場 而且三場是 洩位之下都跑得好 跟前又行 一隻未見底的馬 是實當海海 看看會不會留得厚 他追不及 但這隻馬 有權爭的 五號馬 六號馬 露露省 到現在的評分75分 當然好似好些 上規贏馬的時候 82分和77分 但近況上 他不是很銳 只是前次賺 但近況前速也沒有了 六號馬 跑裝旋風 排一檔 用回贏馬拍檔 季內當然用過班德麗 但跑谷草真的不太好 上規贏兩次 考過第四名 考過第四名 就是跑谷草 前一場 在2000米 輸給你安晴 僅僅輸給你安晴 僅僅輸給你安晴 但頂著薄材 常命常勇 其實很厲害 好了 最近試了課集 12月20日沒有再跑 但試了課集 1月11號的時候 輕鬆跑 如勢不錯 我看到功夫正正常常 我覺得他在這組道理是很兇的 因為 他首先74分未見 這隻馬子會越來越進步 這隻是歐洲馬 當然 偏小顆 1000磅左右 但他就是撩撩瘦瘦瘦 不是一隻重磅的中長距離馬 另外 這次沒有捕捉 沒有什麼捕捉 沒有什麼正常捕捉 他排一檔 踩捕捉之後 就放在內蘭 等運到 等馬蓋他 我猜他應該不要放頭會好些 留著少許來跑會好些 他有競速目標會好些 但為了擔心 一件事 會不會在 入直路的時候 會不會塞 如果不塞的話 他應該有權撐邊 七六馬 極速奇兵 贏了三場 近來 但三場都是在谷草 那裏 贏了三場 看到他剛剛那場玩 留著來追 追得不錯 例如 梨子宮谷草 第一 另一件事 他搓上千八米 外檔 首先 專技是田祖 曾晴 還有外檔 這幾件事 真是辛苦 不排除他超班 而且他還欠分炮打比 鬥志一定很鮮明 但唯一擔心 就是 會不會 撒檔 蝕不起 鮑馬魔界 已經是上年 紐西蘭比較好的馬 但來到香港 也不太適應 可能地牌很硬 這個種 我戒掉了 不再碰他 那我馬 恩尼格 我本身想放這隻馬 下去第五選 馬防第二選 我就順告東來 自己放在第六選 上場 其實他在前面 走回來 其實報速不算很快 他是全賺 但他頂到尾 我看到他是不差 魚勢是有的 特別是看看魚勢 前面 佳應傳承 精算謀略 我看到一隻 威武 以為他散 就是外面 飛為僑幸 以為他散 不是 你看看他 他還有 還頂著 當然飛為僑幸 追得很厲害 他虧了萬步俗之下 追得很厲害 你看看他 有點小 所以其實飛為僑幸 應該跑這場 偏偏沒有報到這場 可能因為被他包裝旋風 但我不敢完全 畫死了恩尼格 上場跑得不錯 十號碼 黑家之光 之前說過 上年的 大筆力癲錦標 不厲害 第一 第二 本身這隻馬也不厲害 所以不知為何會買這隻馬 我本身覺得 三班未必夠贏 要進步才夠贏 進度上去馬 十一號碼 可以下班 但偏偏沒有下班 來蝕 來跑 上場的第四個 不差 但我猜他的組度比較難 因為對手比較強 看完小碼 桃花紋 邊線 木火兄弟位置 精算局貿略雖然是十檔 但位置 可以贏 這隻馬 爭邊的 續其兵有權 你排完一檔 看看會不會自己放出來 慢放 但如果慢放的話 包裝旋風應該手在後面 應該很好跑 所以我仍然覺得包裝旋風 排一檔 而且估計應該五、六倍 對著這站馬 我找他行頭算數了 第十場 三班 1650米 非常難搞的賽事 估計應該是一場正常捕捉的賽事 有隻火鑽 還有一隻軍達德 還有一隻大紅婆 一號碼 幸運傳奇 前速也沒有了 現在 明顯地要減分 要下班 下班 下班了 但還要減分 我猜七十分留下才算 這隻馬 不肯走 只割了 不適合 我想難一點 二號碼 黃腳立 另外一隻會扯到狂放狂快的馬 上場就沒辦法 放得太快 真的放得太快 回來就 勉強頂到第三名 這次也是腳 這隻馬 好多塊馬 希望他這次留得住 三號碼 未影裂飛 位置 QT馬 不要做馬膽 因為分分鐘又追不及 第二 這隻馬 其實評分有點見盡了 他是泥地好手 Diffel 下線馬 I'm invincible 一定泥地好 他在初跑泥地之前 我已經說過 這隻馬 泥地好過草地 我已經說了很久了 所以看看這次 會不會繼續 跑到位置 好快 報速 看看能否幫到手 既然很快 報速 為何不要一隻 無心睡眠 上次不是很快報速 上次不是又這樣跑 這隻是三班頂 二班尾馬 二班不會贏 三班是隨時能夠贏 上次是一踩就過了 看看斷速時間 上次是黃腳立的 精彩動力 首度再來一隻馬 上次是偏快報速 但不是瘋快 他爆了23秒19 當然跟美影烈飛也是一齊 差不多 但你看看他兩隻馬 看看魚勢 好了 這隻 未影烈飛 然後是精彩動力 黃腳立的 還有一隻 那隻叫做手路在內 手路在內 仍然很好 魚勢不錯 但你看看前面一對 仍然很銳 手路在內 是最健碩的一隻 但是 最好跑 可能是因為今場馬 多快馬 所以可能這兩隻 仍然可以繼續 轉回Q 上次手路在內沒有放頭 沒有放頭會變成這樣 但今次變成不能放頭 所以就更加難了 精彩動力 排十當 沒什麼所謂 留著爆一段 這隻 我覺得是一隻位置馬 可以拖腳 三龍彩四龍彩 火轉嚴長 近況不太好 狀態不錯 但一隻非常失準的馬 你知是限於四龍彩腳 對手比較強 雷馬 風計肉吹 其實他撞到的 就是 Diffle Diffle的弟弟 這類型的馬 四歲打後 轉馬旁之後 今年贏了兩場 但是之後兩場 看到他有少許見底 只有近 他爭情 我想應該可以吧 但 要猜 這次對手很強 看看會不會風計肉吹 和無心碎麵 一對都很薄 但我覺得無心碎麵 可能比較好 九號馬 自強不適 排一檔幫幫手 但他的評分沒有優勢 第一 贏馬也是贏一場千二米 他是一隻千二馬 千四都問 1650米不到 麗地很好 講完了 十五號馬 大紅袍 會在前面走 但是近方 有場跑完後 再跑到第四名 之後就明顯矯了 我想難些 十五號馬 贏過一場馬 當然誇張 可以四十七倍 在前面走 贏 但萬無速賺 贏完馬之後 賺不到 也未必好 我有少少擔心 十五號馬 手到再來 一定要拖 但是這次 他應該幾肯定 他不會放 但這隻馬 好像留著少少跑 是不是好些呢 會不會不自己放好些呢 但如果不留著自己放 如果不放 留著少少跑的話 是位置馬 對於那些小號馬 全部都真是惡 應該讓得起他十磅 位置 十三號馬 雪山城區 上天打爆了我 二百多萬的果軍 激到我死 潘亞布文不知道跑什麼 但是對著這隻馬 不夠跑 黃腳勒 月飛 無心睡眠 精彩動 手到再來 五隻馬 很明顯 但是預計有快步速 所以我仍然撿上次的單Q 無心睡眠 未影裂飛 黃腳勒 真的應該是一隻位置馬 除非突然間有進步 阿威那些馬 會不會突然間有進步 手到再來排在二檔 這次會賺的 如果要我選擇的話 我會偏向 即我覺得未影裂飛 無心睡眠 手到再來 這三隻馬好少少 這樣 連馬師分場秒方面 五盤戰馬房 活力多多可以爭WIN 心花坊是位置 手到再來是位置 旅劍威馬房 合火奔馳可以爭WIN 水晶酒杯可以爭WIN 黃腳立和拉閉哥應該是位置馬 蔡宇漢馬房 鑽石複象可以爭WIN 七種少爲邊線 年年勝利可以爭WIN 快錢可以爭WIN 旋風飛映可以爭WIN 精算謀略可以爭WIN 華卓廷位置馬 今次蔡宇漢手馬又惡 潮半輝馬房 極觸對手強 但要拖腳 四龍彩腳 極觸兵要選擇 因為他一定是爭分跑打比 塔跑成怎樣 美興烈飛為置馬 沈閘城馬房的手馬 我想比較偏好一點 可能是城中勇士和川塘動區 但兩隻馬都是邊線腳 白馬房 銀進為置馬 歡喜福星為置馬 清採動力為置馬 包裝旋風有權贏 看看臨場點發揮 偉達馬房方面 三隻馬可能是顏色王子手號 諾虎全馬房 羊羊帶到位置 凝道爆邊線 無論其他問題 希斯馬房 飲杯要拖 奔路星要拖 武衛生筆要拖 快快營是冷卻 朗朗乾坤 一隻有權掃光 因為是很毀滅的 古董尼馬房 家祖動員要拖 花國猴王有權贏 桃花雲位置 美麗宇宙最多都是四雄彩腳 賀賢馬房方面 出了四隻 我想全日最好的是爭友 看法輝 好拍檔 今次當須 威武勇區 亦都蝕榜 未必蝕得起 黎超星馬房 幸運回容有位置 中環大進是位置 敏捷城居也是三雄彩腳 文家樑馬房 宣傳香港不一般 宣傳萬里可以贏 他肯放就行了 怪獸騎兵 這隻馬 我就覺得 他是一隻能夠爭的馬 天行健要拖 洪海誓要拖 創其職四雄彩腳 容天帆馬房 機械騎士四雄彩腳 銳一四雄彩腳 詹士德 應該位置馬 靈利標區位置馬 精精日上位置馬 蘇維爾馬房方面 綠燈 合火聯隊是邊線馬 佳穿三有權爭 葉草和馬房方面 珍珠江的位置 好精神的位置 旅遊高球是邊線 水龍頭是邊線 尿康永馬房 怕沒有打搭 但英才是一隻 我寧願放在第二選 妙算寬行能夠贏馬 這隻鑽式吹陣 都能夠爭贏的 兩隻馬 看看會不會放得出來 鎮俊偉馬房 你見到 滿冠紅 我覺得狀態不夠 全龍區就當衰 邊線腳 木火兄弟 為字馬 無心睡眠有權贏 因為快捕捉 正常發揮下 有權贏 無謂傑馬房方面 街複區是腳 其他問些 隨魚石馬房方面 八生八戰 還是四龍彩腳 丁冠龍房方面 兩隻 我猜是世澤音星稍號 都是為字馬 但還是為字馬 會不會放到 維純龍彩